大家好,我是Alan,歡迎收看投資集記 今天是今個星期第三天的下跌 相信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上一集和大家提過 上星期尾時普遍投資者都憧憬 周末時會有刺激經濟政策出台 結果周日是一片平靜,每人磨身政策 所以令投資者稍為失望 然後有第二個失望,接種而來 昨天是公佈LPR的日子 一般每個月公佈一次 今個月的LPR比上個月 無論是一年期或五年期都減了十個基點 正如之前所說,減十個基點是最低消費 不過市場對於五年期的LPR是稍為有些憧憬 因為內地的新造的按揭利率 其實就和五年期的LPR直接掛勾 所以如果五年期的LPR減幅 是大於十個基點的話 證明內地政府有心或有決心 會加大力度去拯救內地的房地產市場 普遍都見到內地房地產市場這麼疲弱的情況 所以需要額外的刺激 結果減幅和上星期的SLF或MF一樣 都是減十個基點 對於銀行來說不需要進一步讓利 息差未必會有進一步的收拆 但對於實體經濟來說 受惠程度未必有太大的改善 因為每一百萬的流岸貸幅做三十年來計算 如果減了十個基點的話 通常每個月可以少供59元 全期來說省了兩萬多元 所以減十個基點需要有些作用 但似乎對於促進賣樓消費 這幫助未必真的力度這麼大 這是第二個失望 導致很多內房進一步的大幅度下跌 這個修正我相信都會延續一段時間 另一方面和上星期布林肯仿華有少許關係 雖然星期一下午傳出習近平願意接見布林肯 市場曾經在大幅度下跌中有所修正 只是見面後沒有任何共識或結果 無論美國對於中國的制裁或要求 都沒有任何改變 雙方未見有進一步讓步 兼且當布林肯完成訪華 離開了中國之後 拜登最新關於中國評論 態度仍然相當強硬 這次布林肯仿華 似乎對於緩和中美關係達成不到任何結果 之前亦提到布林肯仿華 如果成行雙方的態度或氣氈改善 這是有效緩和外資流出中港股市的趨勢 但當這方面的作用減低之後 尤其是昨晚我們看到美股的中概股 是有比較大幅度資金的流走 在這個背景下 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 可能外資都會仍然維持 流出中港股市的步伐 直到中美關係有任何契機的改善 這方面的流出才會有所減弱 又或者當股市跌到某個位置 似乎大家都認為下跌空間風險有限的時候 這個流出的幅度應該都會減緩 今期大市由最低接近18000點反彈到20000點南上 短短一兩個星期就完成了2000點反彈 現在大概回調接近1000點 回調幅度來說可能未必足夠 短線有機會試一試19000點這個支持位置 然後能夠穩守的話 下一步就可以衝勁更多的刺激政策出台 原因是雖然這個週末沒有任何的刺激政策出台 但因為政策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 內地官方亦真的有放風過 有相關的政策出台 其中如果是汽車這些已經有些細質 只是汽車以外的其他板塊 尤其是消費這方面未見到一個很明顯的政策 普遍相信其實就是上星期沒有出台也好 比較合理的時間區間應該是下星期末 即是六月末七月初的時間 應該是這個大規模的刺激政策 即是陸續公佈的時間點 所以我們就等待大事調整的過程裏面 尤其是有部份值得持有的板塊 但一直都說了 例如在內需或消費裏面的啤酒和食品等 又或是汽車裏面稍為中油少少 即吉里長城和廣氣等 其實是可以趁它們調整的時候 逐步吸納的 因為下一波如果自己政策出台的話 即使它實際是否受惠 這個可能是後話 但有政策出台的時候 自己抹整體的投資氣氛 它們的股值 它們的股價 都會出現一個稍為短線的反彈 而這個政策出台的機率也是高 現在只是時間的問題 上星期出不到的話 現在期待的就是六月末 大概七月初這個時間點 所以預期未來一兩個星期 今個星期到下星期中 大市應該都在雜幅培會 大概貼著19000附近 每天的波幅或整體的波幅 都是五、六、六點以內 主要是短期來說 之前莫反彈的股份 有些莫業回套壓力 然後在低位的時候 也有些稍為中善少資金 會入場 我們期待下星期的時候 有些什麼政策出台 好,今天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下星期一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按讚、留言、訂閱、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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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